北京时间4月11日,中国政府赴俄抗疫医疗专家组疫情10人从黑龙江哈尔滨启程飞往莫斯科,协助开展疫情防控工作。 他们到当地后,工作情况如何?俄罗斯目前的疫情防控状况怎样? 4月16日,中心社记者与专家组成员邢志峰进行了视频连线采访。 辛志峰指出,俄罗斯疫情正处在快速上升阶段,当前迅速发现和治疗管理病例是当务之急。 辛志峰告诉记者,俄方对中国抗疫的技术方案、药物等也很感兴趣。 俄罗斯的媒体在采访中国专家组时,还曾特别问到过中药的抗疫作用,而中国专家组也毫无保留地将中药方提供给了俄方。 他们更多问的就是说,药品好不好使?哪种药好使? 这个特殊问了,中药好不好用? 我是这么告诉他们的,实际上在咱们整个抗疫的过程中,据统计有90%的病例,应用了中西一结合的办法。 中药在整个抗疫过程中还是起的重要的作用。 目前我们这边黑龙江省研制出来的这些抗疫的方子,我们放到了这个优盘里,给了俄方。 新智峰介绍,俄罗斯采取了许多与中国类似的抗疫举措,比如修建方舱医院,定点医院,收治重症患者,用PCR方法对病毒进行检测等,同时也有一些不同的措施。 他们这种无症状感染者呀,轻症的患者呀,他都属于居家的管理,居家管理呢,采取这个统一的远程的这种诊疗,每天呢,跟他们有一个管理的通话,有一个监控。 这五天来,专家组的主要工作除了与当地交流抗疫经验,介绍中国的做法措施,走访当地医院等,还关注到在俄华侨华人、留学生的状况,为他们提供了帮助。 当咱们专家组知道了,有一名这个留学生,这个作为密切接触者,因为他的同寝的外国人,已经作为确诊病例了,所以他是密切接触者。 专家组啊,使馆呢,非常着急,组织专家马上跟他这个进行的视频的治疗指导和这个心理疏导,我们觉得我们能够为这个自己的同胞做一些事情,我们也觉得心里也是很舒服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